每天与您一起进步 Hi 各位 我是习林 在本视频中,我们将学习KSSM-PT3中医科学 第七章 空气 在开始学习之前,让我们首先概述本章的内容 这是本章的内容 本章包含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,空气的成分 在此,我们将讨论,地球空气中存在的每种气体 以及,气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我们还将讨论,碳,和氧循环,如何发生在我们的环境中 第二个主题是,燃烧 在此,我们将讨论燃烧如何在,氧气,燃料,和热量的存在下发生 燃烧只会在有氧气,燃料,还有足够的热量的情况下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,灭火原则被推出 通过移除,燃烧中的燃料,我们可实现灭火的饥饿原则 通过切断燃烧中的氧气供应,来实现灭火的窒息原则 通过降低燃烧温度的冷却原则,即消除热量 这三个消防原则,将在本主题中,被详细介绍 我们还将讨论,适用于不同的火源,便携式灭火器的类型 以及,防止火灾发生的安全措施 第三个主题是,空气污染 本主题将对,空气污染的发生,做出解释 我们将讨论,源自人类活动的空气污染源 空气污染,和空气污染的解决方案 将在本主题中讨论 这是关于第七章内容的简短介绍 让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